这两天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独立共热闹非凡 7月3日至4日 上海合作组织再次召开了分会 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那真是锣鼓喧天 颠炮齐鸣 今天分会的看点之一就是组织又扩招了 之前还是观察员身份的白俄罗斯 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了第十位的正式成员 在巴义冲突和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上河组织分会和金砖国家的分会 应该是全球为数不多的 充满了多边协作 谋求共同发展氛围的国际分会了 像G7和G20 因为美西方的破坏 这几年各种无烟瘴气 完全沦为了阵营对抗的棋盘 基本谈不出什么有利于国际社会合作的成果 所以这次的上河组织分会 可受国际社会的欢迎 很多不是上河组织成员的国家领导人 都计划参加此次分会 正如普大帝所说 随着参与国家数量增加 上河组织作为公正多级世界秩序的重要支柱之一 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如此重要的大会 一向以大国领导人自居的穆老县 竟然爽约了 咱们都知道 上河组织从2001年成立到现在 有22年的时间了 由最初的中俄和中亚四国 总共6个国家 然后扩容到如今 再加上印巴100 总共10个国家 一路走来确实不容易 而中俄作为上河组织的核心 当然希望里面的小地越来越多 于是在上河组织第一轮的扩容的过程中 咱们把巴铁拉了进来 大毛一看 咱们拉了巴基斯坦 转脸就给三哥发了邀请函 大毛这么做 虽然有点争奋相对 但三哥如今的经济总量 已经超过了带应 位列蓝星帝我 确实也值得合作一番 然而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 赵沟曲 自从三哥加入了上河组织 这独子左右横跳的本性 立马展露无遗 印度作为上河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按照原计划 莫老先应该于7月3日 赶赴阿斯塔纳参加本届上河组织分会 然而 在前几天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突然宣布 该由外长苏杰森带队参加本次分会 这种自降参会级别的行为 着实把其他国家看懵了 你妈的 多少国家想要这个机会 而不可得 你莫老先竟然自毁前程 主动放弃 真是岂有此理 而三哥给出的理由是 时间跟国内其他的会议冲突 这个跌脚的理由 只能说是越抹越黑 因为就在上个月 老莫还不远半里的跑到意大利 参加了G7的分会 神奇的是 他印度根本不是G7的成员国 而在此次分会中 老莫作为特邀嘉宾 以扩展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席 甚至还破格获准参加了所谓的外联会议 在最终合影时 老莫更是站在了C位 其他的满足了大国的虚荣感 一边是上赶着战队 一边是冷淡的拒绝 老莫的歪心思可想而知 而且这已经不是老莫第一次告这种手段了 早在2023年 印度作为上河组织的轮值主席国 就没有举办线下的上河组织分会 而是改成了线上的视频会议 当时就很多人不解 视频会议和线下会议 带来的收益能比吗 这么好的一个展现印度的实力 提升印度国际影响力的机会 老莫为什么要白白浪费呢 这还能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当年 差点前度 惺惺得理 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 老莫之所以不出席本届的上河组织分会 是因为中国 因为中印关系紧张 1962年的首都保卫战 咱就不提了 最近几年的冷兵器的泄斗 三哥们也没占到便宜 据说为了威慑咱们 三哥已经往边境调了20万的兵力 而咱们的直面兵力只有5万 还不到三哥的四分之一 最近调集到西藏的歼20 通6K 歼10 通锦500等军机 只是日常的演习需要 请对面的印度同志不要紧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